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0.59成交金额是放大到4648亿元 这是今年以来的最大量 是 那么这个站向的月线跟站向的17000点 所以这个真是一个非常刺激的盘 长长的上影线 怎么看待 OTC也是同样的 大涨的前半场后半场呢 这个往下拉 那么甚至于翻黑 最后小跌了0.43点 收盘指数220.71点 跌幅百分之0.19 那么三大法人 其实外资是买超的 而且买超幅度还蛮大的 200多亿 然后再加上呢 新台币呢 是大幅度的上涨了1.5角 怎么看这个盘 好 凤星早安 大家早安 说实在话 昨天这个类似大怒神的这个 加权指数的走势 其实我个人并没有特别的意外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为什么会这么说 如果可以的话 大家可以从7月11号 当天的一个行情 就是加权指数上涨的那一天开始看起 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 可以发现到 从7月11号开始到7月12号 这两天甚至包括昨天7月13号 他们的涨势 大概都有一个共同的一个模式 就是早上一开盘先拉 再拉9.5分到9.10分这一段时间 然后之后呢 在9.20分以后 一直到尾盘 基本上整个指数都是没动的 OK 然后呢 还有另外一件事情就是 7月11号跟7月12号 他们这两天都是户最高 但是都是靠着最后的三盘 就是1.15分之后 往上做拉高所造成的 它有点投机 投机取巧的投机 对 所以有点像是 我们一般在讲 主力在顾骨架的时候 我们会讲它顾头顾尾 有道理 主力在顾骨架 就是顾头跟顾尾 中间不管的 对 它只要做这样 中间让散户上来 对 它只要顾头跟顾尾 所以说实际上 我很难得看到 在加权指数 有看到类似这种主力 顾盘的手法 这很难得 可是昨天就没有顾尾了 昨天它顾了早盘 然后呢 它在12点半之后 就往下出现杀盘 因为那显然有一个 大的杀的卖盘 因为量放的很大 对 我要跟贵朋友讲 就是说 万般拉台只会出 在我们股票市场里面 有句话是这样讲的 如果它今天真心要攻击 它不会一直 它不会都要靠尾盘去投拉 它应该是在盘中 就有攻击性的买盘 例如说推升量跟追加 往上做走高 所以这两天 就从7月11号跟7月12号 这两天的一个上涨 其实我个人也在观察 它到底想要做什么事情 对啊 因为这种拉法 它不是真心的 它是虚情 假意 假意 我个人认为是这样子 就没有想到 在7月13号 在靠近尾盘盘的时候 12点过后 就出现那种打开 而且打开是从 喷出去的AI相关个股 出流股拉开 对 这个其实是很狠的一招 非常狠 就是 它影响全职或许不大 但是影响散户的心情非常大 尤其昨天当冲的比例这么高 对 也连带影响到 昨天很多 原本涨停板的个股 例如说新兴电 它回盘被打开涨停板 所以其实 从这个礼拜 从7月11号 7月12号到7月13号 你看盘中走势 基本上如出一测 早盘先拉 然后盘中就放着不管 回盘看要怎么样 OK 所以 我想回到台北股市 就是我们过去的一个 分享的一个 趋势跟方向 就是我的结论 目前没有太大的改变 我的看法 就是现在还是一个 时间换取空间的一个走势 OK 那时间点呢 可能就是两到三周 那现在已经到了第三周了 接近到这个7月底 所以我认为说 在波段性的操作者来讲 我会比较prefer就是 还是在等等 等7月底 那除了技术面上面的一些 观察之外 7月27号是联准会 可能要继续省习的时间点 对 25 26号举行会议 那台北时间27号的清晨 他们会公布他们的决定 是的 好 那现在其实 市场上面 大家都还是认为 升息的机会比较高 OK 那所以如果7月27号 大家看到新闻的消息 真的就升息了 如果真的升息了 那它似乎会有一种 就是利空出境的效果 OK 那如果出来的结果没有升息 哇那刺激了 那因为大长得长 你 因为从前两天的CPI的一个数字来看 YAA数字 它就是忧郁市场预期嘛 OK 所以我觉得 现在的一个状况 其实还是比较混沌不明的 我其实我个人是不太敢 在这个地方去贸然去经常 做一个最佳跟操作的 OK 但还是有些个股 我仍然是在观察当中 也许在7月27号 然后8月份开始 这些个股 它开始有落底迹象 我可能就会 慢慢的开始去做一个布局 这样听起来 你现在会一直保守到 7月27号联准会的最新会议 之前你可能都减少动作 我至少会观望的机会是比较多 因为我现在说真的 我不太知道 我现在可以去买什么东西 然后 可以 不要说保证活力 就是可以让我在判断上面 它的风险相对比较低 然后获利的机会相对比较高的 我目前看起来比较少 像电子股基本上都涨上去了 然后呢 只是在原主流 那IC设计 IC半导体相关这一块 已经很久没有动了 然后大力光也讲 手机这一块也 对 他说手机客户都看得很悲观 对 虽然他说7月比6月好 8月比7月好 但他说9月目前看不到 对 OK 然后AI相关的个股 说真的很有趣的事情是 我这两天我看一下 他们在第二季的营收表现 事实上跟第一季的营收表现 差不多 不管是伪创 或者是应业打 他们的 既营收的表现 其实都跟上级差不多 没有大爆发 没有 所以我现在担心的是说 在8月15号 这种财报空双期之前 会不会有一些个股 他其实股价涨在前头 基本面还没有那么快跟上 并不是说他趋势不对 我只是说 他的股价走得太快了 那这时候 如果就冒然去做个追加 就在我们前两个礼拜讲的 音乐达本益比超过30倍 32倍 OK 那然后2382的这个广达 也26倍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地方介入 不是说他们不好 而是说这个时间点 我个人会觉得有一点点追高 那我会比较等待 就是趋势队的个股 我们等拉回来做承接 这是目前我现在的一个看法 好 所以我们就要来 这样听起来 就是因为听起来 围态第一个就是 你对于这个大盘背后的那一个操作者 他到底在想什么 是很难判断的 嗯 然后甚至于大户有没有在 那一些重量级的概念股 正在做一个出货的一个拉抬 目前也还看不出来 就是因为他的背后动机不明 所以你多空很难做判断 那这里面又有非常多的风险 就是你就基本面来看风险太高 所以少介入这件事情 现在反而成为你的基本原则 我这样解读对不对 差不多是这样 我再多补充 就是一些所相关AI的指标股的一个部分 他们的大户的一个筹码的部分 例如说像2356的这个银叶达 他的千张大户的持股比例 事实上是逐步的往下去做减少的 OK 然后还有像是2382的广达 他们的千张大户持股也是逐步的往下做减少的 对 对 所以我就觉得说现在这种 在这个筹码面的表现上 并没有非常非常有利于 多方在这边去做一个介入 那刚刚看到像营收的表现 广达今年以来累计营收是衰退10% 对 其实并没有像新闻商 好像大家感受到的 哇 这个订单接不完了 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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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对 对 但有人已经变首富了 对 我是 我是说这个 这个很有趣 就是股 这就是股票市场有趣的地方 就是 股价永远会 预先去实现未来可能发生的事情 对 OK 但现在是不是有点过高 我觉得大家 必须要去思考这个问题 但在电子股在往上做冲高的时候 还是有一些 就是我认为是一些 也许是非电子股 它慢慢慢慢接近到我的 中长线的一些投资的一个价值区 好 我们来挑选一下 这样 嗯 好 现在就要挑选了 对 对 对 因为 好 那这样子 所以说 如果手上有这些大喷发的AI概念 当然很恭喜 因为他们现在其实都是 应该都是赚的 嗯 那 只要你不是去搞 当充 对不对 哦 我跟各位报告一下 这昨天 那些 AI相关的个股 有非常多的这个个股 他们在 呃 当日的进出券商里面 买盘都是 短线当充的这种券商 嗯 以像235的应该达来看 我们就资料显示了 包括像 有几个券商 像原付的券商 同一的券商 甚至包括像凯基台北的券商 原大的券商 这些都是 我们在统计资料上面来讲 比较容易会出现 就是 短线当充大户的这些的一个券商 嗯 所以我跟各位报告 今天AI相关的个股 还是很有看头 嗯 它的盘中的这个股价的一个震荡 应该也不会太小 你所谓有看头是说 它当然有机会再拉涨 对不对 对 因为你看到NVIDIA 涨成这样 是是是 但是这个拉涨背后又那么多的当充客 对 它可能会有很多戏剧性的表现 是 所以千万不要在盘中追涨杀叠 哦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节目现场 欢迎大家回到98新闻台 财经起传 好 节目现场 我是陈凤鑫 在我们现场的是终于财富分析 石程维太 也非常欢迎YouTube的朋友们 一起来收看直播 好 昨天爆出大量 然后呢 当然他留下了长长的上影线 可是呢 那么今天呢 因为美股继续的上涨 尤其费城半导体涨幅 是最大的 而AI概念股的NVIDIA 是领头上涨 涨了百分之四以上 尤其这个Google呢 他也是在AI上面 有一些这个进展之后呢 也带动他的股价 涨了百分之四 所以AI概念股可能还没死 可是所以今天呢 可能会在盘中呢 还是继续的是当充的 重量级的个股 你有没有基本的原则 要提醒大家 好 我们刚刚提到像是一些 昨天例如说涨停板打开的一些 AI相关指标股 我特别看一下 如果说以像音乐打来讲 他昨天当充比例就高达百分之四十三点四四 然后这一波呢 大家当充玩得最开心的 应该就算伪创了 因为伪创呢 他的整个当充比例 昨天就来到了百分之六十一点四八 OK 那当然其他的包括像广达啦 包括像是其他的像维影 维影其实也蛮高 这种高价果很喜欢 这种当充会很喜欢挑高价果来充 为什么 因为他的 他的报酬率其实很快就看到了 而且就像我今天充进充出 我没有输就好 我光是赚那一个所谓的一个退佣 赚业绩 他都很补 因为他是高价股 那像昨天广达 他的当充比例就高达53.84 OK 那刚所提到的那个6669的那个维影 维影呢 他的这个当充的比例啊 昨天其实也有高达百分之五十四 所以其实我刚刚跟大家特别提醒说 今天 因为昨天充进去的 还有很多是那种所谓的一个短线 当充的券商 所以今天 假设他昨天没有走 不是散户当充 是连券商都在当充 才会爆出这么大的量 所以如果说他昨天没有走 会来不及走的话 那事实上呢 他今天应该还会想办法 就是自力救济一下 所以今天盘中的一个走势 我觉得还是蛮有看头的 他还是有可能会再拉 会再拉 然后让他吸引这些 喜欢这个短线进出的投资人 进场去做一个当充的一个行为 OK 这个是今天必须要去 特别跟大家提醒的一个点 那刚刚有在跟凤馨在讨论到 就是说 那我们接下来可以留意什么 因为实际上 我个人倒不认为说 这边会跌得很深 就是上次讲过 这个回到季限 基本上我觉得都还没有破坏多头格局 所以他的这个可以去发挥的空间 其实蛮大的 但是个股的表现会差异很多 那我刚刚提到还有一些 就是说财报相关的 例如说 我只在讲说像军工相关的 个股最近开始修正 OK 那我事实上再看一下 他们的第二季的营收 事实上跟第一季相差真的不多 都没有那些所谓 所以这个题材没有实质的营收成长 对对我们就简单举个例子 我并不是看坏他 他确实是有订单 可是他业绩还没有完全全的发向 例如说雷虎 最近他们的股价 就有点往下走弱的情况 8033的那个雷虎 那这个在高档横盘了 将近三个月的一个时间 然后在这两天往下掉 这其实会让人家会有点心惊难战 为什么 因为其实在高档买的人 可能现在正面临到了一个难题 抉择 我到底要虚报 然后还是要去做一个停顺 我虚报原因是因为 我看好未来圈公股的一个发展 可是看起来呢 这个股价目前并不如我的预期 尤其是在营收上面 似乎表现根本没有表现出来 对 他在第二季的营收表现 跟第一季数字相差不多 对 可是他的第一季是没有赚钱的 对 所以如果说什么毛利率啊 什么费用率都没有任何的改变的话 我这样假设 那很有可能他第二季还是有可能会 损一两平或者是小幅度亏损的一个情况 那这样情况对于一个六七十块股价的一个公司来讲 会不会一般投资人会有一些持股上面的疑虑 我觉得我只是举个例子 类似这样子的一个标的 我觉得大家要稍微去思考一下 思考一下 好 但是有一些 有一些就是我们认为说就是 他接下来拉回 其实我个人觉得 可以稍微做留意的 就是例如说台数学集团的一个部分 现在大家已经没有在讲台数学集团 所有新闻报纸都在看 都在看那个AI相关的 但不看台数集团 我觉得也是情有可原 因为第一个油价那部分 就是没有特别大的表 特别好的表现 虽然说刚刚新闻有提到原油价格 有在网上做反弹 默默的来到八十美元了 对 可是我跟各位报告 这个只是短线上面的问题 我们刚刚在广告当中一直跟 我在跟凤馨请教说 乌克兰跟俄罗斯 乌克兰跟俄罗斯相关 这议题这绝对是你的专长 这不是我的专长 我跟各位报告一下 为什么台数集团 他们在从去年开始 他们的营收的一个表现 事实上就非常非常的差强人意 台数他今年累计营收 较去年收退百分之三十点五 事实上台数集团 他们去年就已经没有很好了 对 对好 那跟各位报告一下 从去年七月开始就是负成长的 对 OK好 为什么是这样子 其实原因就是因为 我们台数集团 我们的原料 原油的采购 事实上是跟西方国家采购 沙特 OK然后阿拉伯 OPEC组织 OK好 那那些的原油价格 大概就是 就算 就算他们这边有在往下掉好了 从一百 跌到九十 跌到八十 七十再五十 可是他竞争的 中国大陆的对手 跟印度的对手 进口的是很便宜的俄罗斯原油 对 如果没有寄出的话 西方国家给俄罗斯原油定了上限 采购上限是五十几块 六十美元 对不起 好那六十六个美元 好 所以光是在成本的竞争优势上 他们就输人家一劫 对 这个是真正的问题 所以我刚刚在广告当中 特别跟 奉行请教 就是说 我们我们也不需要先判断一下 就是这个 这个所谓的一个成本结构 对 导致他的营收衰退的这个成本结构 有没有机会出现改变 对 OK 如果有机会出现改变 拉近或怎么样 我觉得那大概就 就会比较有机会 就是说 那我们凭借着我们的管理能力 然后拉高我们的这个净利率 OK 那这样子可能会有比较好的一个表现 对 这个是我对台数学集团 或者整体石化产业 我个人的一个浅见 OK 那所以现在呢 台数学集团这次 出席完之后 其实股价是呈现贴席的情况 对 那现在的一个股价已经 到昨天收盘来讲 是来到了82.7 OK 好 那我现在要说的是 如果说接下来 真的很财报出来 还是不好看 然后股价呢 就再往下去 就进行这个走低 要知道去年 去年的低点 才在78.1 OK 我就说 按照中长期的角度来看 中长期 那我是觉得 当台数学集团的一个股价 来到80块钱以下 或者来到70块钱 70头 或者70块钱以下 如果很不幸的话 会不会是一个 可以留意的一个机会点 因为它毕竟是一家 就是体质还不错的公司 尤其是这种 所谓的景气循环股 它不可能 永远都一直烂下去 那景气循环股的操作重点 原则上就是在它 比较糟糕的时候 去做一个布局跟买进 不可以等到它 所有的报价都大涨 特涨再去做最高 这个其实是 不太合理的 所以我现在观察到 就是说台数集团这一类的 它当然有一个结构性 竞争上面的压力来源 对啦 但是呢 这个压力来源 也许在未来有一段期间 可能就会解除 那一解除的话 这个时候去评估 它股价的那一些 低基期的因素 其实反而解除了 是 它现在是最惨的 我刚刚看了一下 它真的是已经来到 去年10月的低点 如果真的跌破的话 那么在大家都 还没有关注到的时候 大家也许可以 先把它列为观察名单 是的 谢谢维太 也要非常谢谢大家 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8点钟节目啰 谢谢大家 这么愉快